这菜团子可是真好吃 今天就学菜团子 菠菜的根部很脏 一定要多搓洗几遍 我一定多搓洗几遍 洗好切成小段 洗好切成小段 粉丝用开水泡十分钟 啊 正经博主不泡粉丝 水开下入菠菜 焯两分钟捞出迅速投凉 水开下入菠菜 焯两分钟后捞出迅速投凉 粉丝切段 粉丝切段 再倒入提前炒好的鸡蛋碎 再倒入刚才去炒的鸡蛋碎 盐鸡精一点蚝油 盐鸡精一点蚝油 酱油小葱花 香油小葱花 加入一勺玉米面 加入一勺玉米面 搅拌均匀之后 用手团成一个圆球 搅拌均匀之后 用手团成一个圆球 用力转一转 用力转一转 再裹上一层玉米面 再裹上一层玉米面 用力的转一转 用力转一转 再裹上一层玉米面 再裹一层玉米面 再转一转 大哥 哥 直接说转三次不好吗 关键点来了 呀哈 关键点来了 最后还要再沾一下水 再团圆 啊 你说的对 水开上屉蒸十二分钟 水开上屉蒸十二分钟 粗粮菜团子就做好了 粗粮菜团子就做好了 非常营养又好吃 非常营养又好吃 浅尝一下 浅尝一下 possibility 养ล 继继续 帮켜 所有恤